陈鸿谋先生编了五种仪归,大家都知道。 陈鸿谋先生在江西做官,后来离开江西,他光是盖一学,就是在很多地方盖一学,让老百姓可以免费接受圣贤教会,光一学就盖了几百家。 而他治理江西,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,新的官员又到这个地方主政,非常感叹地说,这个地方,在一百多年前接受了陈鸿谋先生的教化,一百多年之后,还深深受到他思想的影响,可见一个父母官教化的深远。